你爸妈知道你有女朋友吗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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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做什么工作呢 但是我有想告诉他们 就是我想找一个女朋友 个子矮一点 你不是都已经找了吗 是找了 对啊 这你不是跟你爸 你妈说谎吗 但是我也不算说谎 但是什么呀 你有女朋友吗 有 谈了几年了呀 两三年了 跟你爸妈说了吗 没有 对啊 你说这样我能不急吗 我当时我都说他了 我是女朋友 我给你丢人了吗 怎么你就不能说一下呢 说下怎么了 他当时他也不跟我平了 我都想着借此机会 就好好跟他说一说吧 他倒好 直接伸手过来 就摸了摸头说 哎呀小宝贝 你就别生气了 他就与这种语气跟我说 我觉得完全没法沟通嘛 小孩子似的 那我不是在哄你吗 那你换动方式不行吗 我借着撒脏 而且我在跟你说正事呢 你跟我开什么玩笑 我身边朋友都结婚结婚 生小孩生小孩 我也想赶紧把这事定下来 你想结婚 但是我想对你负责 所以我没有跟我父母 提起这件事情 我想让他们等知道之后 接受了 你不说他们怎么知道 你想娶他们 现在我们正在谈恋爱 我觉得还没到 谈婚论嫁的时候 可能就是说 我觉得现在我们还不成熟 不就完了吗 对 我现在还不够成熟 给不了你那种想要的 所以我希望你给我个机会 我说的这个成熟 是你们俩的关系还不成熟 我可没说你成熟不成熟 顺杆牌爬得挺好的 我现在体会 你女朋友说那意思 揣着明白装糊子 对 就是这种 找工作也是 我俩毕业都快一年多了吧 我毕业之后 我在青岛找了份工作 她倒好 天天在家躺着打游戏 四次都快躺退化了 我就觉得 她不是会 满口答应说早早 这两天就早 不也没早吗 我当时 因为正在做其他兼职的工作 那我得把工作处理好 才过去找你 我也给你时间去处理了呀 你处理完不也没早吗 但是你要知道 去一个地方去工作 需要看那边的市场 以及环境 我也在准备着 你天天在家躺着 工作正在你手上了吗 我觉得一个好的状态下 去找一个工作 才是对工作 对自己最好的负责 是是是 所以我一直在调整我的状态 是是是 我觉得工作不是靠找了 是靠等出来的 我觉得在家里等着 等就来了 是是是是 她的生活就是这么告诉她的 女朋友不是找的 就等了 我在篮球场玩着就等 就等来了 对 结婚这事不着急呢 我不用跟我爸妈说 我等 等到时机成熟了 自然就成熟了 对吧 对 对对对 后来问她投简历了吗 她跟我说投了 其实压根就没投 我看她电脑了简历都没发出去 不是 所以姑娘你这么焦虑干嘛呢 我不是想赶紧定下来吗 你那么着急定下来干嘛呢 那她也不能这么一直耗着 我不给我准数吧 那她这么一直耗着 我不知道是不是想耗到分手 那就跟她分手呗 她又舍不得 你舍得吗 我 我 你挺舍得的 我看得出来 我不舍得 真不舍得啊 真不舍得 行 不带见父母就分手 带不带见 我希望你给我点时间 你看看 我不是要求你来青岛找我去工作 我是想着你只要把工作能定下来 哪怕我去找你也行 你就这么一直不给我个准数 这么一直耗着 不管你要耗到什么时候 所以你现在是在青岛工作了 对 那你在哪耗呢 等啊 不在日照 行吧 去青岛吗 去 还是不去 问我呀 我想去的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这个状态 要去那边上班 实在是对工作不负责任 我为了对工作负责任 我得有一个很好的状态 对 对她不负责任主要是 要做好准备 对她负责才去 对 明白了 对 你看你什么时候准备好啊 就 等等就准备好了 来吧 你们看应该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 秋比特问卷 你刚才说你跟猫有代沟是吗 对 我跟你有代沟真的 我突然间发现自己老很多 我刚才给你总结了几点 就是 你就是那种 睁着眼睛说瞎话 然后还非常能言善变的人 你自己觉得吗 我觉得我挺喜欢转移话题的 是吧 这是你身上最大的毛病 和问题 做任何事情都要有度 你不能挥霍浪费你现在的青春时光 玩游戏可以 但是有度 然后包括你说 买童装的那个事儿 你明明就是在身高骑士啊 这也是说话要有度 做事要有度 如果你要是真诚的真心的跟他去交往 就端正好自己的态度 无论是在感情生活中 在你自己的事业 在你自己的生活当中 做任何的事情把握好一个度 管理好自己 你以后的人生才会幸福 对女孩说的很简单就是 你干嘛要把自己搞得那么廉价呀 你非他不嫁吗 你做好了嫁给他的准备了吗 就算你做好了 人家做好取你的准备了吗 我知道其实你在要他的一个答案 不一定非要马上嫁 就是想看你的未来规划里面 有没有我的位置 但是现在谈这些都为时尚早 先做好自己的工作 管理好自己的生活 有他没他一样过 好吧 好 祝你们幸福